好的,当我们把规定的领边的高度完成之后呢,我们来这分针来织各个部分啊,首先来说,这162针从而来呢,它是将后背的,我们要给它啊,原来的总之数当中从正中给它取出51针来,从正中啊,这51针呢,我们要给它,在51针位置给它加至64针,明白了吧,好了,在51针的左右两边, 我们要给它各平加出16针来,两边都是啊,这就相当于你的腋下的地方,好,然后,注意了,实际上你平加的位置啊,是直接绕你的毛衣针上的,对不对,但是你毛衣针上原来有的这个位置的针数啊,实际上我们给它分了30针,这位置是作为袖子的针数,明白了吗,袖子的针数,你没看到我放这30的时候,实际上放在后边这, 明白了吧,好,那么左右呢,给它各分25针,在你的唯一61针的范围之内啊,给它这样分,左右的各25针呢,你要给它平均啊,均匀的加到33针,两针都一样,明白了吗,就是在25针的位置,再加出8针来形成33针, 51针的位置给它加至64针,啊,一共增加了13针,这边也一样啊,给它加了8针,然后,再于你左右,就是在51和25之间,我们平均的这16针啊,把所有的这些针,放在一根针上,实际上你要缓针的话啊,也就是一根, 但是如果你要是那种四根针之的话,你要是两根或者三根的毛一针啊,横着的,好,这时候你总针数就已经来到了162针了,注意了,你平均的这16针的位置啊,是替代了你之前预留给袖子的这30针, 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就是袖子这个30针,你不要动,是留下来的,你这时候可以找一个不同颜色的毛线,把那30针给它穿上,左右的袖子啊,直接留好那30针都要穿上,用你后来的对一些针合成的,左针数162针,向下往反直,刚刚我教你们的这个合纹,左右各5针的锁链针,也包括在33针的范围之内的啊,但是你要是锁链针,要不然的话,你边也要 卷了,好了,按照这个花纹,我们向下一直支,支多高呢,一共给它支30厘米的,这个花纹啊,从我们开始,加到162针开始,向下一共是,这个位置啊,一共是30厘米,好了,转着30厘米之后,我们再给它向下,往反的,再支它的边缘的部分啊,它这个边儿, 在支的过程当中,左右的各5针,锁链针没有变过啊,锁链针之前给大家看过,就是这样的,正面,反面,都支一样的针反,再反中支正针,再反中支反针啊,它就写到这样的一个边缘,好了,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将这162针,给它改支成,10厘米的,什么针呢,拟针丹路纹,拟针丹路纹的意思就是, 反正遇到正针的时候啊,我们就给它引证之,不在常规的这个位置进针,而在它的下边进针啊,而且,要隔一行这样操作一次,反针不努力回,明白了吗,好,最后,你看,我们收了一个, 小平标,好了,整身的部分完成了,然后呢,我们再去,回过头来,还记得吗,之前让大家已经预留了30针,以及, 穿好的这位置啊,让大家用部分颜色线穿好的,以及,它和16针的这个位置啊,它是相对的,实际上,这个时候,你要拿你的支针, 再评加那36针的那位置,再从那,啊,评加16针的那位置啊,再把这16针给它挑出来, 这会儿你已经很好挑,因为上上,上面你已经给它正身了,对不对,这时候你这是一个大口子, 你要把大口子这16针的这个位置啊,刚好给它挑出16针来, 与你之前的30针在一起,哎,合圈, 圆形,就形成袖子了,明白了吗,好, 我们加在一起,一定是46针了,对不对,好,我们就环形了, 直这个袖子的部分啊,一直环形的针, 直头钩呢,直30厘米的袖子的部分, 最后,我们再给它直10厘米的袖边, 就完成了整个的这个服装的部分, 你看这是10厘米,30厘米呢,是它的袖子的部分, 的花纹的部分的这个位置, 眼尖的同学已经看到了, 其实我之前很纠结,要不要给大家讲这款作品, 后来我想,还是讲的,因为它的教学意义, 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 同学们你们看啊, 它有两个太小的袖子了, 而且整体的衣服,你看我们平时给大家展示, 讲的时候啊,整个画面, 一件衣服不出开,是要出货啊, 当然你发现了这个衣服, 实际上这款作品设计的非常的好, 但是,在编织的过程当中, 同学们发现了呢,整体完成非常的精致, 没有任何瑕疵, 花纹一针都没支错,都非常好, 为什么,不对劲了呢,大家看它的袖子, 小了,对不对, 而且这款作品啊,就是我们, 我们设计好稿子之后呢, 就是找来我们的职工啊, 一点的给他们讲, 哪哪哪要怎样之,哪哪, 哪有哪那个位置,要收什么样的边, 都会人家这样做, 但是这个新招来的这个职工呢, 实际上它是第一天来, 来我们这, 然后开始那个讲的非常好, 哎呀我什么花纹都会织 那个 然后那个我织过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花 我织的可评两颗号了 我们当时就在钓与清新的 所以在讲的时候啊 没有讲的过于详细 所以出现问题 这个织纹它用错针了 首先针是用错的 其次 它没有考虑到花纹的完整性和对称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安排的所有的针数啊 就是为了让组的边缘日对称 但是你看这款 发现了吗 它这实在没有办法了 然后弄成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到了吗 实际上也是非常动脑啊 也想到了做不到针尘 但是这个位置 与整体花围是好不相关的 明白了吧 所以同学们在针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如果你的针用错了的话 你整体的密度 将跟你最初设计的时候有太大的触力 不关是宽度产生问题 包括长度 明白了吗 你看这块 用的很细的针来织的 整体很硬 很板准的一件衣服 但是这个位置啊 当时我们就给它按照传统我们织毛衣的这个形式啊 不知道 隔度是好像减一次针 隔度好像减一次针 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规定的针数啊 规定这个针的号数 如果你不知这个密度的行 它一定跟我们要求的长度是刚刚认合的 这是我很想给大家讲的 这件衣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啊 但是 就没给它讲它一个长度 如果当时把这个长度再给它约束出来的话 那么它直到这自然间觉得 哎呀我怎么还没够呢 它也能够醒悟 能够明白啊 可能是真用错了用细了 所以针如果用错 不光在尺寸上有一个很大的触动啊 在它的长度上 也就是说除了胸围对你也有影响之外 它的衣服整个长度也会有影响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实际上这款作品啊 你看所有的需要记住的地方 你看 包括这个边缘啊 也知道挑下来不直 你发现了吗 它的这个边缘 如果每一针都追的话 那么这个锁链针在边缘这就会乱乱 不好看 这种锁链针如果作为边缘 同时是作为门巾的话啊 我们必须要给它挑下来 不直从第二针开始 而且要给它绕一下 你看 这些技术性的针法啊 这个职工拳动会的都明白了 也非常理解 但就是因为跟我们的时间短了 刚来第一件就知道这件衣服 所以对我们的一些 很那个 我们有特质的这些 风格啊等等啊 磨合的还是不够 所以呢 就出现了一件 不是特别成功的作品 所以大家在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以为 哎呀我用细一点针 我织的时候松一点就行 还不是啊 因为针的粗度 就约束着你的整体缘织的密度 为什么 因为同样的针术 有些人织完了以后 很松 但有些人织了以后 是紧致的 跟手劲儿的确是有关系 但是和针的后数也有关系啊 所以这点 我们就当做是一堂课 跟同志们啊 把这篇作品分享出来 呃 如果大家喜欢编织的话啊 可以把其他的一些 你对编织上的一些疑问啊 等等啊 都在评论区里面写出来啊 我们看到以后呢 也会及时的回复给大家 在编织这个领域 我们希望能够相互之间 和你能够建立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互相实习 互相提醒 互相帮衬的 这样的关系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